哎呀 我才想起来 昨天我说了今天要更新 但我发现我家两毛已经睡着了 有粉丝肯定想问 白天你干啥了 大周六的 白天我们去参加了一个 导盲犬的公益活动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哪天我专门做一期 这是我媳妇 自己插的花 那来看看结婚吧 他俩睡的可真香 哎呦 但现在才七点多 一般他们会睡到凌晨吧 然后他俩就开始蹦迪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他俩偶尔会踩到花姐的脑袋 然后就听到花姐 一声 我老婆就醒了 然后我就醒了 为什么你老婆醒了 你就跟着醒了 结婚的男人才会懂 懂得扣语 昨天安良婷手坏了 然后我老婆在洗碗 正好回答一下 之前有个视频我在拍摄 然后我老婆在旁边刷碗的问题 那天也是手弄坏了 有人评论说 你不像是什么活都让老婆干的那种人 还有留言说对我失望了 甜甜的爱情破碎了 还有很多私信我的 我老婆都看乐了 原谅我真不值得你期待什么 我就是一个中年的油腻大叔而已 啊对 帅的叫大叔 你可以叫我大爷 有一件事总发生在我家 就是吃完饭 我突然内急奔去厕所 这时候我老婆就会偷偷的去厨房洗碗 然后我听到声音我就会问 老婆你在干嘛 他一般都会说没干嘛 我听一听感觉不对劲我就接着问 你在洗碗吗 然后他就会说 没事就两三个碗他洗一下 要么我就出来了 要是出不来的我就会接着跟他说 你别洗 等一会我来洗 往往他就会接着洗不理我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跟他说老婆我求你了 别洗了行吗 你这样我根本都没法上厕所了 然后他就会笑着说不洗了 让我安心上厕所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重要的是双方都给予爱 而不是到底谁刷了碗 碗尼尔过来 碗尼尔过来 你看我摸套 哎呀你真乖呀 哎呀碗尼尔真乖呀 看他就不干了 看他不干了 他不干了 哎呀哎呀哎呀 场面一顿混乱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敷衍过去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